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就已经正式杀青了 也和白李宏益正式说了再见这部戏 陆陆续续的拍摄了好几个月 从去年到现在差不多有半年时间了 看到王一博正式离开恒店 很多粉丝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也不用每天面临围堵的日子 不过呢 王一博在结束这部剧的拍摄之后 并没有休息 还是转战广西 开始在北海拍戏 这次角色呢 也是和警察息息相关 和他搭档了正式黄锦鱼 大家是不是特别熟悉呢 在上午的时候啊 王一博就已经收拾好行李了 换好全新的衣服 开始赶往机场了 但在下车的时候 天空却下起了雨 其实这几天的拍摄时间呢 天一直都是萌萌细雨的 而且王一博这次在离开的时候 很多粉丝都不舍得 大家都一起相约送他登机 而且这次他也没有像以前一样 一穿上了一身黑 把自己包裹的特别严实 而是在刚刚下车的时候 网友们发现了 他整个脖子后面全都是通红的 好像是受了什么伤 王一博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受伤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前几天有粉丝朋友拍到 他走力一拐一瘸的 正是在剧组拍戏的时候 所留下的伤痕 但这次下车的时候 整个后脑勺全都是通红的 不知道是斗过敏了呢 大家还是比较担忧的啊 而且呢 这次他即将禁组 开始拍摄全新的电视剧 将自己的头发又离短了很多 这次戴帽子呢 也是故意遮住自己的新发型的 虽然离开恒店有很多的不舍 但是看到他即将落地北海 对于新工作 大家也是充满了期待 不知道这次 他又会带给大家 怎样的全新的角色呢 从蓝王鸡再到现远 再到现在的百里红艺 每个角色都充满了挑战 但是每一次他都诠释了 特别的完美 这次离开恒店 西城北海 大家也都希望 他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能够断一下自己 也不要再有任何的伤害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兵分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学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